麻煩各位您進到這個網址 那您進來之後在右手邊這裡 在右手邊 各位可以簡單一點先用訪客沒關係 那如果你以後你有興趣 你想要用什麼 用標準的方法註冊再註冊 都可以 那我們先可以先用訪客的方式 您滑過去之後 這裡會告訴你 你可以按一下就可以取得一個八位數的代碼 那麼你把那個八位數代碼記下來 下次就用相同的訪客代碼打進去就好了 你有加入的課程 有做過的筆記 有閱讀過的教材 通通都會繼續在裡面 好這樣就比較方便 所以你看我按一下 好這樣就有了對不對 你就可以把它記下來 萬一你很快的按我了解了 沒有關係 一進去之後呢 在它的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樣那個八位數代碼在那裡 在後面這邊 那這裡你就不用擔心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的資料放在哪邊呢 我們資料 各位一進來之後是在發現裡面的課程 你只要在發現這個類別 都是所謂公開的 那OneNote這個是有翻轉學習平台 所以各位其實也不要客氣 因為上面有很多邊的 很多邊不錯的 那我們的資料我是擺放在群組這裡 群組比較像班級的概念 所以我都是擺在這邊 那麼你從這個地方點進來 這樣你有不小心看到我們的嗎 有沒有 我都在最後一刻才開放 所以永遠都在第一名 你就點這個 那你要看其他的 我在這邊還有其他的 這樣就不小心知道前面這個人是誰了 這樣了解了 所以你如果要進到我們的課程 點進來之後這裡有一個加入 不要在這裡等 不會自動幫你開門 要自己按加入 這樣你就可以進到我們的OneNote的平台裡面來 那我們的資料除了您剛剛所看到那個簡報 我剛剛講過我們簡報 這個GG.GG其實這個短紙還蠻好用的 因為你可以自訂 我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你如果只有打GG.GG 有沒有這邊就可以打上你的網址 對不對 打進去重點不要按這個 因為你要自訂 這樣後面就可以自訂 你就不要每次都用那種人家看不懂的 還有分大小寫的 這樣很難 你就是當然 他的缺點就是 有人用過的你就不能用 對不對 今天的日期我用了 你還可以用嗎 很抱歉 這個就是到我的 大家了解 所以這個短紙我覺得還不錯 我部落格上有介紹 那我們 除了在這邊以外 你看一下任務裡面 任務裡面 我有把一些跟WebDuno比較相關的 我就把它列在這邊 你點開之後都可以看它裡面的相關的這些連結 那我自己的部落格文章上 那個 部落格上面 我有寫了很多 就是關於WebDuno的這個相關的文章 尤其有一系列會發瘋的這一種 這樣了解嗎 這就是模擬器的 也就是說你其實WebDuno它跟其他一般其他的這種物聯網 它比較不一樣的是它有提供模擬器 雖然不是說非常完整 畢竟原件還是相對比較少 可是對於就是你想要做一個入門來講 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方式 反正你還不用花錢買硬體的部分 就可以先玩看看 這樣有了解 那麼在右手邊這邊呢 右手邊 你可以連結到我的部落格 連結到我的部落格點進去 那你就進到我的部落格這邊來 那這個呢 上次我們前幾個禮拜在這邊就介紹這個虛擬攝影棚 那另外呢 我們今天的上課錄影片 我除了如果有錄影成功 沒有問題的 我就會放到YouTube上面 那如果萬有不讓我很滿意的 我就放到雲端音疊章 所以您從這邊也可以連過去 那另外呢 我本身有在就是經營這個YouTube頻道 所以您到我的YouTube頻道之後 像這個有沒有 我們10月20號在這裡上課的 所以我們的錄影會像這樣子 一段一段的 在這裡 像這樣一段一段 所以如果你回去之後 想要看 我會把標題下好 那這樣您回去看哪一段不了解 就從那邊去點 這樣就比較快 好應該很少老師有做這種事情 對不對 因為把老師類似 是嗎 好 習慣就好了 那另外我們教發中心這裡呢 我有幫他特別建一個 本來想建給教發中心用 結果後來都是我在用 所以呢 不小心就把它 從102年到106年有沒有 我上過的所有課程 教學影片通通放在上面 教材都在上面 所以如果你有錯過4年以上的 自行來這裡尋找 好嗎 就是像這樣 所以你看我們這一堂 我們偶爾啦 就是大概也許一年一次 或者是有時候一個學習一次會有這種新光班 因為這種新光班比較適合就是同學 不然我如果都開在下午的 大部分就是會有老師來這樣子 不是說老師來不好啦 就是 因為同學有時候 你白天要上課 這種 課程你就比較沒機會 來上 那我想說這個跟大家比較有關係的 我就開在晚上 所以 那就給各位參考一下 所以待會呢 你進來之後從哪裡進來 從發現裡面的群組 好群組 第一個就是了 在哪兒 好